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作业管理的教学大纲 我是授课老师樊佩旭 这门课程呢 名称就叫作业管理 学分呢是三个学分 那这个课程里面的最主要是 将学习怎么样把输入的东西转化成为 输出的创造价值的商品还有服务的活动 那这里面包含了预测产品的服务设计 工作系统的设计 品质管理还有企业资源规划等等 那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樊佩旭 我的联络电话是02-2782-1862 分析是133 那我的email的话就列在前面 欢迎大家来参考 那我的专业领域的话 基本在作业管理策略规划 还有科技管理品质管理 跟契约资源规划 那作业管理是管理 创造商品跟服务的一个流程跟系统 那这些的流程跟系统呢 是组织运作 要达成目标的功能化 所必须要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这个课程的研讨呢 我们会使大家啊 了解企业中的生产作业的整个的流程 或者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 并且提出呢 怎么样来做个解决 作业管理呢 是企业管理当中的一个基本的领域 对于企业而言呢 为了要适应这个日益竞争的环境呢 就必须采用适当的这个作业管理系统 才能达到这个准时交货 低成本高效率 适度的品质 还有具有弹性的境界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大家基本上是以企业的个案为案例 然后使大家能够对于作业管理的系统 的了解 能够呢 把各企业的作业系统 有整体的一个概念 而且能够实际的判断跟应用的能力 我们课程的学习对象 是经营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班的同学 是专门为这个班所开设的 那研究所呢 是最主动到研讨 透过口头发表 论文分析的啊 同学之间的相互分享跟学习 来获得这个学习的成果 在这边要特别跟各位同学报告的 是说 我们读硕士班 要跟大学班不同的地方在 我们以往是就强调的是 这个单方面的吸收 那在硕士班的话呢 是你要把你所学的东西 能够发表出来 然后呢 跟同学有互相的交流的 这个机会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课程之前呢 要具备这些的能力 第一个呢 至少你是我们科技大学的 学士的毕业的这个同学 那因为我们将来的课程里面 有许多的英文的这个 书报讨论或者英文的论文 所以在各位的英文的阅读 书写经口语能力上面 也要能够加强 好 那当然最主要是各位的兴趣 必须有积极参与研讨的兴趣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各位在学习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分为课前 课中跟课后 课前的话呢 希望大家按照课程的规划 预习线上的课程 那大家能够积极的按照老师 所提供的这个课本 或者是材料的部分呢 能够先期的来做复习 课程中呢 能够积极的参与各项的学习的活动 这里面活动的包含了 这个可能是讨论 可能是文献的研读 也可能是一个发表 那课后呢 随时欢迎 如果有不懂不会的 赶快来跟老师 这个请求协助 我非常乐意跟大家来 分享这个知识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第一周的话呢 我基本上会跟大家把整个课程 整体的做一个介绍 然后呢 会跟大家讲 什么叫作业管理 这个导论 那这部分的主题在强调于 就是说 你整个一个作业管理 的系统的概念是怎么样 然后他在公司里面 他的所主的位置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那完了后 当然我们有一个习题的品量测验 第二周的时候 就要开始跟大家谈论了我们的正题了 那第一个就是 一个企业要有竞争力 要有生产力 它必须要有一个策略 我们不管你是开的是工厂 你开的是公司 或开的是商店 你一定要有个策略 这个策略跟愿景 就是你在这第二周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了 如果一个公司里面 你没有愿景 没有这个策略的话 你到后面 你就很难的走得下去 有了愿景以后 我们再来的话 就要预测这个市场 预测这个服务 那这个市场呢 未来是有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要看到以往的这个经验 然后来判断未来的可能性 那预测了这个东西 如果是可以让我们获利的 可以让我们服务到大众的 那我们就可以再往下一步去走 如果是这个东西是预测 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我们就要回头再到上一步 去修正我们的这个策略 那有了预测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服务的项目是什么 或者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就要开始再做这方面的设计 那在产品服务设计的部分呢 最主要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顾客 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再按照这个顾客的需求呢 来设计我们的产品跟服务 那这里面会介绍大家用几种的方法来做 像品质物啊 这种的方法能够让大家来达到有魅力品质的这个要求 这是我们在第四周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要可能要请大家回到学校里面来 我们要做个什么 专题跟个案的研讨 那这部分的话就会 不是只有网上上课 必须要看大家实际在这上面的体认 第五周呢 我们在了产品设计出来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要做这个产能的规划 我预备生产多少的项目 我预备生产多大的数量 然后呢 我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跟这个其他的上下游的整个配合 是怎么样 我们要做这个产能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呢 也要请同学回到这个学校来参加专题跟个案的讨论 那在了有了整个的规划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做 这东西怎么把它做出来 或者这个制程当中 我们怎么来安排这个的项目 或者我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要怎么来安排 那我们安排的话 当然牵扯到我们工厂要怎么盖 我们的这个商店要怎么样的来做布置 甚至我们的医院要怎么样来这个做这个布置 也是我们所研讨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我们在第六周的时候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做说明的 在第七周的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更深的一层了 当我们的工作项目已经都分配好了 我们要设法让他做到怎么样 最有效率 最有效率的话 我们就会把每一个动作 把它细细的分别起来 你在哪个地方有停顿 你有哪个地方呢 是用了不对的动作 是违反我们的人体工学的 我们通通要在这个部分里面呢 重新来给大家做个说明 然后让大家能够了解到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工作的设计 一定是怎么样 非常完善的这个部分 那在第八周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谈到就说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 前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们要试试分析我们怎么样 我们这个厂 这个商店要设在哪里 那这个就牵涉到 我们的地点的规划跟分析 当商店 当聚集在人潮聚集的地方 那他有他的一条规划的系统 工厂呢 可能要正在我们原材料 这个比较近的地方 还有牵涉到运输的 运输系统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我们在 第八周的时候要讨论的 那第九周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前面 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所有学的东西 请同学回来呢 报告发表 看看你在这前面八章当中 你学到了些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地方是不了解的 我们都可以在 其中报告的项目里面来解决 同时呢 老师也会在这边呢 给大家评分 那第十周我们开始谈到品质管理 那我们前面的产品 我们已经把它都设定好了 要做什么产品 但品质的活动呢 不是从我们做了以后才开始 我们讲求全面品质管理 我们品质的管理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最先开始 设计就要开始 这就到你的供应链的管理 品质管理是无所不在的 那这里面有品管的很多的手法 包含了品管的七大手法里面 我们可能会用这个鱼骨图 柏拉图 职方图 还有这个管制图等等 这些东西呢 教导大家如何来做好 这个品质的管理 那在第十一周呢 我们就谈到供应链的管理 这个是从我们的最上游 我们的供应商 这里面包含了材料 零件的供应商 供应到我们自己的本身 这个工厂里面 然后工厂经过加工 甚至到我们的客户 这都是一套 整个一套的系统 这套系统呢 就叫供应链 那我们要做的 就怎么样把这套的系统呢 让它做得更完善更好 哪个节点呢 是我们要注意的 哪些东西是我们要 能够尽量把它消除掉的 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话呢 当然就会产生到存货的问题 那存货东西 我们希望它是越少越好 因为多了会占据我们的仓储 另外呢 也代表了我们的资金的积压 但是存货是免不了的 那存货要怎么样去管理它 让它的这个存货呢 能够这个变得越少 但是呢 越有效率的 避免遭受到其他的这个损失 那同样我们买进来的材料 也是我们的一个存货 那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 要怎么样去清点盘存 这都是我们在这张里面 所要学习的 那到第13周的话 我们就进入整个的生产 总体的规划 我们把前面的所有的项目 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预备要到生产了 那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开始就要决定了 我们要生产大概要多好的数量 我们生产预备多好的期间里面 把它这些东西能够做完 那这就是我们怎么样 总体规划里面要开始要做的 我们第14周我们要上的课呢 是跟企业资源规划有关系的 那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利用到资讯的科技 把整个的生产的过程给它串联起来 从那你开始接单开始 到你的材料怎么样来 进到这个生产线 你生产的过程当中的管制 一直到你到客户端 然后呢 你的客户回馈的资讯 这就是我们企业资源规划里面 所要探讨的 这边的话 我们会用很多的个案 来跟大家做研讨 那第15周呢 我们叫金石作业 就是LIM 这个Production 那LIM的精神就是怎么样 我们不断的求好 求它的金石 达到这个什么 完全没有浪费 完全这个金石的标准 那第16周呢 我们牵涉到一个 谈到的就是生产的排程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 不免会有临时的 集的单子要插进来 也不免有时候呢 会碰到有临时之间的 断料断电的这种情形 那我们怎么样用这种生产排程的这种技术 让整个的生产过程呢 不会呢 中断或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这就是我们在第16周当中要学的技巧 那17周我们要谈的就是 即时生产系统 这叫Just in Time 那这是日本的丰田公司 所创造起来的 日本丰田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商 那能够在全世界当中 有一席之地 它的即时生产系统功不可没 怎么样去吸收人家的长处 来改进我们的自己 这是我们在企业界必学的 那我们也来在这个 在这张当中做一个深切的了解 那第18周的话呢 我们又是期末报告 期末报告也是听听所有同学 在这几 这总共的前面17周当中 所学的项目 能够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我最重要的跟大家提示 要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那这里面才会得到 比较高的分数 我们成绩的考评呢 就是包含了教师道课的记录 占30% 期中考占30% 期末考占40% 那未来学习的方向呢 当你学完这个作业管理以后呢 你已经具备了这个 基本的这个管理上面的知识 所以在管理科学 生产业作业管理 品质管理 物流管理 供应链管理当中 你可以从这每一个项目当中 再更深的研究下去 那这些课程 大概跟我们都基本上是相关的 另外在延伸的这个课程里面呢 这就是反正组织的 这个研讨 人力资源的管理 领导的艺术 沟通 还有技术跟工具 法律跟制度的培养管理 这方面的课程呢 都是我们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的 我们在这里面的课本呢 用的是作业管理 那这本课本呢 有英文本 是William Stevenson 所写的 那台湾有翻译本呢 是这个 沧海数据出版的 由何应钦教授 所编译的 那在大家 刚才我们台湾呢 有很多同学 可能对于作业管理 还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了解 我们大概会跟大家举些例子 那作业管理 管理里面的具体内容呢 有什么 前面老师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有预测 产能规划 排成 存货管理 品质管理 员工的 这个基地跟训练 还有设施的地点 采购 配送 维护 跟工业工程的 相关的活动 那我们用个航空公司 来举个例子好了 航空师 他要做预测 预测什么 天气好不好 天气不好 飞机不能飞 那机位的需求 那一个飞机 这个上面的话 少的话 一百多个机位 多的话 可能五六百个机位 那这个机位当中 一定要把它全部做满 才会有利可图 那还有客户将来的成长 那过程是怎么样 会不会是成长的 还是会 有哪个地方的 这个客户会减少 这都是要做预测的 那预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做产能的规划 那飞机的适当的数量 要维持多少架飞机在飞 有多少架飞机在保养 在定期保养当中 这是什么 产能规划当中 另外排成 怎么去安排航线 飞机的保养 员工的排班 那这都是在排成里面 我们要考量的 当然还有存货管理 安排餐点 飞机上面的耗材 这些都存量 都要有管制 你不可能上了飞机 没有餐点 没有耗材的话 飞机也起飞不了 那品质管理的部分呢 当然是怎么样来提升 顾客服务的满意度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只有客户满意 我们的生意 才会日渐兴隆 那另外关于员工的基地 跟训练 那要怎么样定期 实施什么样的训练 让我们的航空公司 能够运作得更顺利 更好 这是其中也是 我们探讨的项目 另外呢 设施地点 营运的总部 维修点 区域中心的安排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航空公司 是国际航空公司 它的设立的营运总部 是在哪里 那维修点是在哪里 区域中心在哪里 它都有适量的安排 以方便呢 以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来呢 掌控整个航空公司的管理 另外采购 飞机的采购 如何取得相对高价值的原物料 那飞机采购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你采购的这个项目当中 有哪些是都是选配的 你要选配哪些东西 那如果你选配的数量多 你相对的服务可能好 但是呢 你但是你的成本就会提高 所以两个如何取得一个中间点 这是采购上面 我必须了解的 那配送 如何以定成本来进行 这个机上购物的配送 维护飞机的维修作业 关于工业工程的部分 像机效 工作方法 物料管理 通通都是在这 作业管理的这个项目当中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作业管理 那无论任何产业 作业管理 都是企业组织的核心 所有工作当中 50%都跟作业管理有关 那企业组织当中呢 其他活动跟作业管理的 也都息息相关 比方说我们现在来谈好了 我们这个很多的汽车大厂 不管今天是Toyota Mercedes-benz 还是BMW 那他们的车厂里面 要达到这个世界一流的车厂 像Toyota刚刚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即时生产的系统 还有呢 这个双B的车系当中的 品质管理的这个要求 这都是在我们作业管理探讨当中 那大家如果不忘记的话 前两年当中 金融海啸的这个危机产生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大公司 进行裁员 裁员裁过头了以后怎么样 生产突然发现到 订单来了以后 生产马上不足 人雇佣人员也来不及 这是表示什么 他其中的这种计划 整体的计划没有做好 才会有这种 过度裁员的这种情形产生 另外我们在前好几年前 政府为了刺激这种消费 有发现这个消费券的影响 大家看到消费券的影响 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整个一个 供应链的这个里面所探讨的 叫什么 叫长边效应 那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们作业管理当中 所探讨的 另外有很多工厂里面 非常生产的 非常的忙碌 那这个各方面 但是呢 赚不到什么钱 那这里面就标划了 他的工作研究有没有浪费 他的排程对不对 他的品管是不是出了问题 他有没有运用到 即时生产的这种系统 那这都是我们讨论的 这通通跟作业管理都有相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用简单这几个例子呢 跟大家把这个作业管理呢 做了一个介绍 那后面的话呢 希望大家有机会 我们能够来在作业管理这个领域呢 共同来探讨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跟我来联络 另外最后加油